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正在非洲进行访问 星期二他说美国不会要求非洲国家在美中之间选变站 此前他曾经对中国在非洲扩大他们的军事和经济足跡 表达担忧 据五个大楼星期二公布的新闻发布会记录 奥斯汀结束东非国家吉布提的访问后 被随行的记者问及 有人担忧中国在吉布提的存在与美国更加接近 吉布提是否愿意采取措施来缓解美国的担忧呢 奥斯汀说他们没有讨论中国在这里的存在 他说他与吉布提的领导人大多数是在这里讨论 是这个国家和美国双方都非常重要的事 而这些讨论就占去大部分时间 没有特别着目中国相关议题 奥斯汀进一步说 吉布提有中国人这里有中国元素在这里运作 但也有其他国家在这里经营 所以吉布提与很多国家都有关系 他们不要求各国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作出选择 奥斯汀提到各国在与美国合作的时候 都会看到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的价值 而他感谢吉布提对于美国长期驻军的支持与款待 并且再次强调 没有时间是专注讨论中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